Hello,大家好,我是大铃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Shopify, WordPress, OpenCart还是Magento,可能还有这么一部分人,很早就搭建了独立站,越往后越发现当初的选择有问题,比如插件太多拖慢速度,不能掌控网站,优化空间有限等等,我们先对四个建站系统做个分析。 第一,Shopify,优势,一,不需要你搞服务器,SSL,CDN加速,伪静态,安装网站员程序,这些TIT类的工作,你只需做好域名解析后,安装你喜欢的主题,一个网站闪亮登场,专注你的营销推广即可,二,随着Shopify用户量的增加, 线上线下的培训课程蜂拥而至,加之后台功能都很清明,最多研究一周,就能完全掌握后台操作,那叫一个快。 三,Shopify的应用市场,非常丰富,你想要啥功能轻轻点下插件即可,特别是Shopify,又能对接国内的通图店,小密这样的电商ERP,简简单单的,就可以处理订单和客服工作了。 劣势 一,钱钱钱,开通Shopify,每月交租金,有了订单要抽用2%,你做的越大交的越多,后期可能够两个IT人员的开销,主题比任何其他平台都高的离谱,优质点的APP都要花银子。 二,美元码服务器的控制权,存在风战风险,做的大越大,风险越大,因为Shopify的控制权,在Shopify,不在卖家手中。 三,如果遇到侵权投诉,轻则下架,重则风战。 三,美元码服务器的控制权,必须遵守Shopify的标准规则,不能出售Shopify限制的产品,比如口罩。 四,没沉淀,这点有点像亚马逊,做的越好对Shopify的依赖性越大,你沉淀在该网站的所有东西,基本都会随着你离开Shopify而消散。 五,SEO,友好度一般,一是博客系统功能较弱,二是二级URL页面是Collection,浪费宝贵的权重名额。 六,信用卡支付渠道开发,你只能使用后台默认的支付途径,很难通过二次开发对接前海,AsiaView这样的信用支付渠道。 七,没有强大的二次开发扩展功能,想后期搞个论坛等等,好像不太容易。 Second, WordPress,优势。 一, WordPress 最牛逼的博客,开源程序。SEO,友好度,那叫一个赞。这里说的的是博客系统,无视商城。 二, WordPress 插件市场资源,十分丰富,免费的也很多。 三,圆马在手,重掌控制权,自由度很高。 比如添加更详细的追踪代码,进行数据分析等等。 四,每用金每月租。 一切网站配置根据需求进行DIY。 列式。 一,对纯小白有一定的安装难度。 二,WP 是博客系统。 要实现商城功能,必须通过插件实现。 从 WooCommerce 插件开始,大部分功能靠堆插件。 插件的问题同时拖慢了网站速度。 三, WP 加 WooCommerce 的后台,界面很不友好。 一堆的插件和功能键,新人学习速度很慢。 四,扩展性和 OpenCard Magento 比较,还是差了一些。 三, Magento 优势。 一,可在万级的 SKU 体量下,顺畅地运行。 二,多店铺、多支付渠道、多币种、多语言。 对接多架 ERT 系统等各项功能,都可完美兼容实现。 三,扩展性极佳。 二次开发空间非常大。 列式。 一,安装和使用比较复杂。 二,后台操作复杂。 三,维护成本很高。 包括服务器配置、技术团队配合。 业营人员操作水平。 四,不是大众建站系统导致外围开发生态欠发达。 社群交流也较少。 FORCE, OpenCard。 优势。 一,后台界面简洁大气,功能菜单逻辑清晰。 新手很容易掌握后台各项功能。 二,后台自带免费而强大的联盟功能和Marketing以及Coupon分析追踪功能。 三,代码完全开源,功能持续更新。 原码在手。 真正实现对网站的控制权。 四,SEO友好。 自定义链接。 设置。 HTML为静态。 二级URL,可设置为产品页面。 五,扩展性强。 二次开发空间比较大。 代码MVC,结构框架清晰。 二次开发也容易上手。 六,OpenCard为开发生态发达。 变势。 一,对纯小白有一定的安装难度。 二,做惯了亚马逊。 不太适应OpenCard的产品刊登功能。 三,要想将网站做得更好。 需要一定的外围IT储备。 结合自身情况。 判断使用哪种见战方式。 卖家模式一。 重仓选品赚快钱。 最佳选择建议。 Shopify。 分析诉求。 这类模式下卖家会研究当下市场什么样的产品最火爆最有潜力。 继而开发上线。 基本不考虑产品线的完善度以及品牌打造。 收割一茬茬红利收手。 以赚快钱为目的。 此时, 卖家需要快速搭建、快速上手、快速上架、快速出单。 没时间做内容营销沉淀。 SEO权重。 不怕风战也不需要二次开发。 市面上经常提到的Shopify加FB TikTok广告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 卖家模式二。 B2B外貌。 最佳选择建议。 WordPress。 卖家模式三。 海量破货型或大型商城型商业路线。 最佳选择建议。 Magento。 分析诉求。 成百上千个亚马逊、eBay、速买通。 虾皮店铺。 供着万级、几十万级别的SKU。 对于这类海量破货型的卖家。 资金实力和销售预期都比较高。 考虑到破货对系统的要求以及销售的高预期在Shopify产生的抽用情况。 Magento是当之无愧的首选。 卖家模式四。 垂直类幕下小而美的品牌路线。 最佳选择建议。 Open Cart。 分析诉求。 这类从事B2C生意的卖家。 多是传统外贸转型的企业或有志在垂直行业扎根深挖的商家。 他们注重产品线的完善度。 可能还有四级品牌的梦想。 生意的长久性以及长期沉淀带来的后继勃发最为重要。 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 要对网站进行一次次的迭代和优化。 要做SEO。 当然也不会放过FB、TikTok的流量。 此时此刻的网站已不是简单工具而是一种资产。 既然是资产没有掌握在人家手里的道理吧。